大家好 我是毓民 首先我要在此多谢过去十几年来 对MyRadio不离不弃的朋友 没有你们的支持 MyRadio今天不可能继续发声 我要在此呼吁各位朋友继续支持MyRadio MyRadio台湾直播室已啟动了一段时间 除了毓民原有的节目在此做直播和制作之外 我们亦正在制作一些新的节目 不久之后将会退出 我们现在多了很多新朋友 新订户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介绍你的朋友 去订阅MyRadio的YouTube频道 这是对MyRadio的支持 令到我们的声音无缘忽戒 第二就是付费支持 你可以通过交月费 或者加入Patreon做会员 你也可以支持MyRadio的 天涯若備论 MyRadio继续发声 贯彻声嘻力竭 继续青筋暴言 身体力行 隔空发功 毓民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其实所谓爱国教育 国民教育 甚至在中国大陆的所谓爱国教育 过去都没有特意去立一条法律 叫做爱国教育法 现在正式立法 其实在中国也没有什么必要 老实说 你已经是共产党一党专政 思想统一 有什么必要去再做一个爱国主义教育法 这是非常荒谬的事 全世界都没有的 对吧 譬如说 要爱国要成 最多有些写了 是宣法人民的权 就是那个义务 要爱护国家 或者就算你入籍 你宣誓效忠 你效忠个国家 那就足够了 有什么爱国主义的教育法 胡锡芝当年就叫人小谭主义 讲主义 就是讲意识形态 讲思想 思想是要百花齐放的 大哥 不能够将某一种思想定于一尊 那你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面 已经前言写得很清楚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一党专政 社会主义 马列无思想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已经写在宪法里面 那还搞什么爱国主义教育呢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多鸠鱼呢 这些 那你香港还要配合它 那你真是 那里才好笑 那 新华社的报道 这是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官方的新闻报道 以这个做准 对不对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六次会议 10月24日 就是昨天 表决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 就是2024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个就是那个新闻 OK 那这个所谓爱国主义教育法 是说什么呢 就是加强爱国教育 全城和弘扬爱国精神的法律 总共有五章四十条 包括总责 职责任务 实施措施 支持保障 负责等等 那然后呢 又说爱国教育法呢 就规定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 那包括什么呢 涵盖思想政治 历史文化 国家象征 标志祖国藏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 憲法和法律 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国家安全和国防 英烈和冒犯人物事迹等方面 那呢 这个就是个内容 那然后就规定 全体公民开展 要向全体公民开展 爱国主义教育的同事 就要突出学校 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 并且对公职人员 企业单位职工 村居民 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乔包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 分别作出相应规定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 前面那些 也不需要做什么分析评论 这个就是要思想统一 要搞思想教育 是这么简单 OK 然后用政治 以前是用政治一种强制的手段 在文革时代 或者中国共产党统治之下的极左时代是怎样的呢 一切的是非对错 就是以左右来做一个挂分 资本主义 或者社会主义 凌左物右 就是这样 那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时代 但凡将某一种思想定于一尊 要统一思想的话 我们就没有个人独立的思想 这个是 社会是不可能会有进步的 除了人权会受到压制之外 大家思想上 这个是一种集体主义 或者全体主义 爱国主义就是全体主义 或者集体主义 我有个人主义的嘛 大哥 所以你是很矛盾的 你现在中国是实行市场经济 又可以有私有财产 对吗 就是个人追求利润的动机是受到诱发 对吗 引诱发展 受到引诱发 因为你有市场经济 大家就要拼命 去追求利润 刺激了这个动机之后 那就是个人主义的嘛 大哥 对吗 那你现在搞这些要思想统一的话 就和这个会抵触 那社会怎么会有进步呢 是不是 当然这个就是要思想 鉴制你的人民 现在就是 是不是 如果你要为一个全体主义 集体主义 无条件地就是要去支持效忠的话 你就没有了个人 是不是 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绝对不可能出现这种一元化的思想 那你香港算是一个文明社会 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 你要配合他 是不是 在香港又要整个小组 这个李家超这个赚人 是不是 在康乐文化事务处下面 整个弘弘中华文化办公室 专质策划和推广中华文化 历史活动 并且是明年来 举行中华文化节 我想问一下李家超先生 你知不知道什么东西叫中华文化呢 共产党讲的那套中华文化 和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文化 是两回事 我现在告诉你 警察超 黑警超 你认识个人吗 你真是说他难听一点 中华文化节 以前香港 在港英治下 那个中华文化可以得到弘弘的 告诉你 所以在1949年之后 很多藍来知识分子 就是在香港承传中华文化 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前目 毛中三 徐福官 或者还有很多在1949年下来的 所谓大师级的 这些思想家 全部都在香港 利用香港这个自由开放的地方 去弘弘中华文化 因为在中国大陆 没有办法弘弘中华文化 还有今天 习近平就要做毛泽东 是吗 他真是相信马列主义 大佬 是吗 那些不是中华文化来的 哥哥仔 是吗 中华文化不是 不是习近平讲的中华文化 是吗 香港特区政府 因为现在是 我所定义的 党国体制极权统治 这个叫党国体制 就指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 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现在在香港 是做主导的 所以就是党国体制极权统治 这八个字 就代替了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你不要博我 你没有人博到我的 OK 你不要再告诉我 现在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我说的是党国体制极权统治 现在又再告诉你 通过这个爱国主义法之后 爱国主义教育法之后 然后香港要配合 是吗 这些奴才 走出来 我们欢迎人大通过爱国主义教育法 全力配合 做好对接工作 那做些什么对接工作呢 这个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说 特区政府一直跟社会各界人士 共同攜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提升市民 各界的国家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 特区政府全力配合做好有关对接工作 协调政府及各界爱国力量 持之以行地推动爱国主义教育 让公众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历史文化 抵运及全面迅速发展 并深切明白内地与香港的紧密关系 现在中学 中史不是必修科的 你跟我说 你弘扬中华文化 中史不是必修科来的 香港现在中学教历史的先生 是很难找的 没有人懂得教中国历史的 那你说 现在共产党治港不如教中国共产党党史 都没有人懂得教 除非在大陆找人来教 是吧 然后那些契狄又在那裏办事 维护一国两制 好像刘少佳那些契狄 香港落实爱国主义教育 不是照搬内地那一套 那是哪一套 请问是哪一套 N那么多年前 现在讲2000年 2001年 我去中大 有个学生搞过中大龙门镇 龙门镇就是小弟 93、94年 在亚视做的一个直播节目 是吧 和陈京汉 是吧 他们这些论坛 就改名叫做龙门镇 中大龙门镇 那次讲什么呢 那次是主题 讲临时立法会 这个契狄呢 是支持临时立法会 甚至乎是他提出要搞个临时立法会 在这个 所谓的 筹遇会里面 或者筹避特区的预备委员会里面 他提出的 那次就是我和他在中大龙门镇里面 唇槍舌劍 结果那些中大的学生就哭了他 现在说的是二十多年前 我和佳淑 就同台 他在中大 被中大的学生哭了 这个是二十二年前 所以 凡走过必留下痕跡 往事并不如烟 历史没有如果 只有教训 香港搞到今时今日这样 这些契狄 他们有很大的贡献 好像刘少佳之流 张炳良之流 这些在教育界里面 他们这些人经常说 我去蛊惑那些学生 毒害那些青年 你到底 我就想一下 我无权无势 我怎样去蛊惑那些青年 毒害那些青年的思想 在这些YouTube留言 有几个契狄 都叫我吃屎蛋 叫我回香港 你吃屎啦 你走去 我都廢咎 拼你 等你说 这些人 是买港财 大家认住这些人 不过我们不用 我又不想牵起 那些人去仇视这个刘少佳 因为他所作所为 就告诉大家 他就是一个出卖香港的人 他已经够了 等于湯家驊这些 我不会因为湯家驊在新疆 摸亲 跟着我跟蕭若元 做一节节目来骂他 死了 我不会做这些东西的 我说骂这些人 永远是根据他们去言行 他们所作所为 我们去评论他的 他跌倒也好 他病死也好 我都不会去落井下石 或者去笑他 我不会的 大家有没有听我的节目 做这些东西 说这些东西 是吗 你说的那些东西 不是我不对听 我觉得你说的那些东西 是没有良心 是吗 你是欺负香港人 是吗 你一定的下场很悲惨 但是你摸亲我不会说 你摸死他 我又不会说这些东西 你说爱国主义教育 即是刘少佳说 不会照搬内地一套 那是哪一套呢 告诉我听 好 休息一下